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苏时莹 今天要和我们几位嘉宾 一起来跟各位聊一下 习近平想要拿下台湾这个问题 先介绍我们的嘉宾 第一位是从台湾上线的李友谭博士 嗨 大家好 第二位是在我们西里上线的 是从中国来的海外民运人士张小刚老师 大家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从香港来的林松博士 也会加入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议题 习近平前几天发表了 他的这个统一台湾的白皮书 好像有一点回音 是不是 没关系 习近平前几天发表了他这个统一台湾的白皮书 大致上其实是老生常谈 他就强调台湾是中国的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拿下台湾是实现中国统一的千秋大业 但是跟几次以前几次不一样的是 他已经把统一设定成武力统一 他已经排除和平统一了这个选项了 同时他扬言民进党是中国统一的障碍 要必须除掉 他这个论调是基于这个长久以来 中共对所有这个华人的这个洗脑了 就是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这个中共是在告诉全世界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也所以呢他要打台湾拿下台湾呢 那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呢 是关乎所有中国14亿人口的事情 那所以要14亿人口说了算 这是中共一贯的这个主张 他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所以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就是要用这样子来呼隆世界各国 要掩盖他要侵略台湾的这个野心 中共呢要拿下台湾呢 他就称为这个统一台湾 那统一当然又分为合统跟武统 用和平的方式来叫做合统 用武力攻打就叫武统 台湾以前也跟着这么称呼啦 一直到最近呢俄乌战争起来了 那大家才纷纷就彼此提醒 中国要拿下台湾 根本是赤裸裸的侵略 因为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 更不是中共的 台湾既然跟中国没有所谓的分裂 怎么还有什么要怎么统一可言呢 所以习近平这个统一台湾这个白皮书 应该是改成侵略台湾白皮书才对 我们来看看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台湾人的祖先难道就是中国人吗 错 这个观念一定要先澄清 因为我们读历史啊 都有读历史的一个角度 我们叫做史观 就是叙述历史的事件的这个观点 这个史观呢 往往是离不开政治的 跟政治正确违背的这种历史叙述呢 就不会被允许 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报馆当记者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解闻 那个228事件呢 是台湾人的禁忌 那时候因为涉及到蒋介石政权 屠杀台湾人的这个事 所以每一次碰到这个议题呢 我的长官都会提醒我 这个议题啊 你不要碰 你是这个报馆要重点栽培的人 将来要准备要升官人 你千万不要毁了自己的前途 这个就是政治干预历史 所以我们以往呢 在读历史 我们都是从中国的 中原文化的角度来读 就把中国当成是世界的中心啊 唯我独尊的 所以中国自称自己是中国嘛 中心的中 就是认为自己才是中心 才是最重要 其他都是边纯 是不重要的 是话外之名 所以我们称作这种历史的叙述 叫中国史观 但是自从台湾真正走向民主 开放了以后呢 历史的研究开始脱离了这个政治 开始有了台湾自己的台湾史观 台湾400年的历史 才充分的讨论研究解密 也才出现了比较周延客观的台湾史 像以前我们读台湾史 都称日本统治台湾的实体叫做日据时代 那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啊 那为什么 那因为这个就是中国史观 因为中国人的统治才叫做统治 是正当的是应该的 西班牙啦 荷兰日本人的统治 那都不算统治 就把它当成是占据 却据 所以现在台湾的孩子呢 已经改过来了 已经不称为日据时代 都称为日据 治理的治 不再称日据了 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人还在称这个日据时代 那你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人已经落伍了 说到台湾400年的这个历史呢 最早居住在台湾岛的人呢 是属于南岛语系的这个原住民 我们以前还会称作土著啊 什么藩啊 那这个也是很自我中心的这个史观啊 都充满了歧视的语言 其实啊 现在就是叫做原住民 在16世纪的时候 大航海的时代 台湾是被这个葡萄牙人发现 就把这个美丽的岛屿 称作福尔摩桑 一直沿用到现在 就是台湾的代称 到17世纪 西班牙人呢 曾经转战 这个占领过台湾北部 统治了大概有16年 同一个时期呢 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南部 后来呢 他就北上把这个西班牙人赶跑了 所以荷兰人也统治了台湾有38年之久 后来在清末满清初期的时候 是郑成功击退了荷兰人 占领了台湾 他建立了第一个汉人的政权 统治了台湾21年 台湾也成为正式父子 郑成功父子 反清复明的这个基地 也就是那个时候 汉人才开始移民到台湾了 后来呢 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 他归顺了满清政府啊 那所以清政府呢 就顺理成章 就算他统治了台湾 那把台湾呢 划归这个福建省 所以我们称作亲自时代 那时候呢 满清政府呢 其实他只让男人来台湾 不可以带家眷来的 所以来台湾的这个汉族的男人呢 大量就跟台湾的原住民女性通婚 逐渐就形成现代的台湾人 那你如果要说台湾人跟中国要互称为同胞 你是我的同胞 我们是互为同胞关系 如果是按照这个世界大同天下围攻的观点啊 那没有关系啊 大家都是同胞啦 如果是指说有血缘关系的同胞 那老实说是很牵强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 1895年甲午战争啊 满清政府啊 战败 这个就跟日本签订这个马关条约 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所以日本统治了台湾有50年 一直到第二次大战 日本战败了以后 盟军将台湾还给中华民国 那也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这个中间呢 满清政府也在1912年 把中国的政权移交给这个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是当时中国的合法的政权啊 所以二次大战以后 日本把台湾担任也是归还给这个中华民国 只是1949年啊 中共兴起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打退到台湾去了 这个两个政权呢 分占海峡的两边 但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啊 那国际间当然就分中你们自己的认同 那都同意啊 好 只有一个中国 到底这个一个中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还是中华民国 对世界各国来说啊 就是你们各自去表达 自己去表述 只要不打仗就好啊 所以大家就称作这种政策叫做一中政策 就是因为没有清楚的界定这个一个中国 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呢 所以我们就称作这个叫战略模糊 那不清不楚的 那90年代呢 以后啦 中国因为走改革开放的路 一下子就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算是大国了 世界各国就纷纷的跟他建交啊 所以他也叫 也称他叫做中国了 所以呢 台湾也就低调一点 不再称自己是中国 就是要自己叫自己是台湾 那台湾的国号 还是叫中华民国 但是中共呢 就是以大欺小嘛 你要跟我做朋友 你就不可以跟台湾做朋友 所以台湾在表面上 国际朋友是变少了 但是实质关系倒是也没有变少啦 只是低调一点而已啦 不想跟中共再去抢这个中国这个名声 但是不管怎么看啊 台湾从来就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权统治过 没有统治过一天 甚至一个小时都没有统治过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 台湾是中国的呢 再说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呢 当然就是 因为从政治学上来讲 国家的定义呢 形成要素 主权 领土 人民 政府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管你承不承认啊 事实上像美国啊 很多国家啊 那虽然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跟台湾的友谊确实很实在的 起码台湾的护照可以去到145个国家都免签证 很好用的 可见一般啊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再来我们说台湾人的认同又怎么样呢 以前在讲世政权的时代有80% 八成的中国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时候不流行讲的是台湾人 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那时候也实行这个教育 也实行去台湾化 都不谈这个台湾了 像我们最代的台湾人 就是读中国历史地理长大的 所以我对这个台湾的淡水和浊水溪 并不是那么熟悉 甚至不如对这个长江黄河的熟悉 那因为那时候台湾都是在续台湾化 后来呢台湾是走上民主体制 人民可以一票一票选总统 台湾的本土意识崛起 认同度 台湾的认同度当然就提高了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 开始占了大部分有六七成之多 只是承认自己只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的还是很少啦 我们那个时代呢就称为 你只承认你是台湾人 你不是中国人了 那因为大多数人那个时代 我们就称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们称那种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叫他台独 那人数是台独分子是很少 可是到了民进党二度执政了以后 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 习近平开始公然的打压台湾了 让台湾人很反感 这个台湾人的认同度 哇一下又串高了 台湾人开始不愿意当中国人了 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在香港问题以后呢 更多人看到中国人这么哑巴 这个对香港人这样子啊 所以更多人不愿意当中国人 所以民调显示八成的台湾人 是承认自己是台湾人 开始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 在今年俄乌战争以后啊 大家承认到 如果你还自称是中国人 那习近平说台湾是中国的 那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那很可能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来帮你的忙了 所以这个台湾人也警觉到 你不能再自己称说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了 台湾人就是台湾 中国就是中国 所以这时候台湾人的认同度又在提高了 现在已经高达九成的人 都是习近平所谓的台独 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习近平 这个武统台湾 我们现在都是称作习近平是要侵略台湾 为什么这样说很重要呢 因为这事关这个动武的这个本质啊 就是要师出有名啊 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侵略战争跟防卫战争 得到的认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你关系到国际友邦的支持 如果你只是内政问题 国际上别的国家不会来管你的 如果你是武力侵略别的国家 那当然所有的民主国家会来支援啊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从这一次中共包围台湾的这个军事演习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把这个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激发出来了 总共有50亿个国家 470个国会员 替台湾发声谴责中共 而且呢这个台湾在国际上的外交呢 也不断的升级 像立陶宛呢 最近这两天立陶宛的这个官员也是访问台湾 那同时呢这个中共就跳起来很生气 那结果立陶宛啊 还有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布洛迪海三小国 全部都退出中国的这个 这个叫做中国跟东欧的这个合作 这个组织啊 所以根本就逐渐都跟中国脱钩了 这些国际友邦的资源呢 也相对提高到了这个台湾的防御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啊 连续军售台湾武器 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防空飞弹啊 台湾自己研发的军机军舰啊 这个跟美国购买的等等的这些设备啊 已经让这个台湾这个防空的系统的 防空飞弹的这个分布的密度啊 已经是全世界第二 仅次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说啊 这个习近平扬言要统一台湾啊 要拿下台湾啊 老实说啊 我认为真的是吃人说梦啊